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识到了美军其实是有着充足的实力 对日本本土进行直接打击 因此美国国内呼吁军方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声浪 也是一层高过一层 可是杜利特轰炸在1942年却有着极高的不可复制性 首先当时杜利特所使用的是美军最先进的B-25轰炸机 然而即便是B-25在当时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其航程实在是过短了 当时美军用来运送杜利特航空队的大黄蜂号航母 实际上已经是行驶到了距离日本本土非常近的位置 但即便如此 杜利特航空队依然无法直接返航到美军的航母上 因为大黄蜂号航母也无法在日军的火力威胁下暴露太久 因此杜利特航空队只能够选择飞往中国降落 这实际上也是太平洋战争前期 美军在轰炸日本本土的问题上所面临的一个最为主要的问题 因此从1942年一直到1944年 美军始终只能够对日本本土维持小规模轰炸 直到美军的主B部队在太平洋海域取得了重大战果 美军已经一步一步地逼近日本本土的时候 美军才终于有能力对日本本土展开大规模轰炸 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时间段 美国方面研制出了一款全新的战略轰炸机 也就是B-29超级空中堡垒 其无论是在战斗力还是在携带弹药数量 还是在自身的防御性以及航程上 都要远远地高于B-25轰炸机 从美军的战略位置以及B-29轰炸机的诞生 两相结合 美军终于有了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的能力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B-29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 甚至事实上 B-29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首先 作为一款全新研发的战机 且因为战争原因 并没有接受成体系的实验室阶段 就早早面试 其故障率可谓是其高 另一方面 B-29轰炸机优异的性能 也意味着其油耗量相当的巨大 如果说美军能够抵近日本本土 从太平洋的航母上直接起飞轰炸机 那么对于日本本土 无疑能够造成巨大的打击 然而在1944年的年初 美军依然没有占领距离日本本土足够近的岛屿 航母肯定也不能前往日本近海冒险 美军尝试在阿流深群岛出发轰炸日本本土 然而当地却缺乏合适的机场 而且阿拉斯加的天气总是非常的糟糕 根本就不适合B-29这样的大家伙起降 美军对于日本本土的轰炸 依然还是依赖于中国东南部的机场 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够轰炸到日本本土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特霍恩计划也就应远而生了 可是中国当年是一个皮油国 并且中国的海上基本上就是被日军封锁的 战机所需的燃油在当年的中国非常的稀缺 如果想要运进来 基本上只能够依赖于驼峰航线 然而一个航空连队在喜马拉雅山脉上飞行七个来回 才能够运抵一次轰炸东京的所需燃油 但是就算是如此困难 轰炸依然必须持续下去 当时美军的空军总指挥阿诺德下了死命令 必须轰炸东京 阿诺德本人甚至亲自指挥B-29的航空连队 前往东京执行轰炸任务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谈不上有多好 1944年6月15日晚 阿诺德亲自指挥B-29轰炸机编队 从中国的成都机场起飞 目的地就是日本东京 这也是1944年 美军的马特·霍恩计划的首次实际践行 但是计划从开始时进展的就十分的不顺利 一架B-29在起飞时便出现了故障 进而直接坠毁 另外4架B-29因为出现了故障 被迫返航成都 因而无法参与任务 在日本东京的午夜时分 68架B-29组成的轰炸机群 终于抵达了东京 并且尝试展开轰炸任务 然而由于夜晚的能见度太低 而B-29的设计 却能够让战机飞得很高 因此机上的成员 几乎无法注意到地面目标 战机也被迫只能压低高度 在一个比较危险的距离上轰炸东京 可是这种危险的举动 也使得美军的B-29机群 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但是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的 日本八番钢铁厂 所遭受的损失却并不大 其一是因为美军战机的 大多数炸弹都投歪了 其二则是因为 日军的防御相当的及时 而在7月8日 阿诺德再次尝试 轰炸了日本的佐世保军港 9月8日则轰炸了辽宁的安山 后两次美军的损失很小 可是依然无法达成预定目标 其主要原因依然和八番钢铁厂的那次一样 就是飞得太低会挨打 但是飞得太高又会打歪 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 白天去就好了 但是当时世界主流军事强国 进行空袭的时候 主要都是选择在晚上空袭 像是珍珠港事件 也是各种意外巧合综合形成的 很难复制 但是在美军中 的确有一个人 非常擅长指挥白天轰炸 这个人就是李梅 李梅在当时的美国空军将领中 算是相当有特点的一位 其主要有着两点主张 而这两点主张 在当时的军事界 可谓是相当的惊世骇俗 首先第一点 李梅主张 美军应当在白天执行轰炸任务 李梅对于这一点 也给出了在自己的理由 主要就是两点 第一 美国空军不是英国皇家空军 没有进行经年累月的训练 想要执行夜间的精准轰炸 根本就是做梦 同时李梅也提出了另一个论点 那就是 英国皇家空军主要的作战方式 是范围轰炸 但是美国空军却是定点轰炸 因此 美国空军盲目地学习英国皇家空军 并不可取 在欧陆战场上 李梅指挥的空军部队 基本上都是在白天执行轰炸任务的 而李梅的另外一个主要观点 则是不规避原则 通俗来说 就是李梅的轰炸机编队 不需要战斗机护航 同时也不需要规避敌军的防空火力 然而事实却证明 李梅的做法是正确的 其手下的航空编队不仅效率最高 同时损失也是最小的 正是因为李梅在欧洲的精彩表现 阿诺德才会亲自选中李梅 让他来远东 主持对日本的轰炸工作 但是对于李梅来说 出到太平洋战场 同样也是两眼一抹黑 李梅不是魔法师 变不出燃油 也修不好 B29 实在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另一方面 日军的防空火力虽然不佳 但是日军却有着大量的战机 这些战机在空中对美军的轰炸机 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因此 虽然李梅本人非常热衷于白天轰炸 但是面对远东的不同情况 李梅也一反常态地表示 轰炸日本只适合晚上打 而B29既然在硬件上存在问题 那就只能在战术上找不回来 李梅深入研究了日本的军工业体系 发现日本虽然有着大型的军工厂 但是其零件 却是交给日本各地的家庭式作坊来代工的 因此 日本军工体系的基础 其实是藏在日本民间的 一位轰炸军工厂意义并不大 那么 美军如果想要彻底摧毁日本的军工体系 就必须展开大范围的轰炸 不仅只局限于工业区 同时 也要大规模轰炸日本城市的市区 而如果想要轰炸市区 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凝固汽油弹 因为这样 能够对敌方城市造成最大程度的杀伤 尤其是日本当年的建筑 主要还是木制结构为主 这也就更加适合凝固汽油弹的发挥了 同时 范围攻击对于轰炸精度的要求不高 美军战机只需要狂轰烂炸就够了 为了提高轰炸效率 李梅甚至命令炸弹不许入库 就放在战机的旁边 1945年3月9日 李梅将军第一次践行了自己的新战术 其所能够指挥的三个航空作战连队 在当天夜里全部出动 每架战机最大限度的载满了6吨燃烧弹 力求对东京造成最大的破坏 当天夜里 324架币29所组成的庞大集群 在东京投下了1665吨的燃烧弹 当天夜里 整个东京都在烈火中燃烧 第二天 东京四分之一的建筑都被燃烧殆尽 22个气定目标 全部都被摧毁 东京工业区63%遭到彻底破坏 12万人死亡 100万人流离失所 可以说 李梅的战术非常的成功 在12万东京民众的代价之下 李梅成功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 而在此次行动中 美军的损失同样不小 47架 并29被击落 另有47架被击伤 可是相比起战果 这点损失 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随着美军在太平洋的高歌猛进 以及日本本土制空权的一手 李梅为了提高轰炸效率 甚至要求轰炸机去掉用于自卫的机枪 而在1945年3月 6月 美军的轰炸机 共对大阪 明古屋 以及横滨等17座日本城市 进行了燃烧弹轰炸 直到美军在马里亚纳的海军基地 燃烧弹供应不足 李梅才遗憾地暂时中断了它的火攻战术 但是李梅却并没有闲下来 虽然燃烧弹严重不足 但是高爆弹却依然管够 因此 李梅在一面催促着美军 尽快补齐燃烧弹的同时 一面大量使用高爆弹 继续轰炸日本各大城市 而李梅将军的大规模轰炸 导致日本850万城市人口 逃向农村 进而引发了二战末期 日本乡村地区的米骚动 而日本城市内的工厂 则彻底陷入停滞 石油炼制产量降低了83% 电子设备产量下跌70% 飞机引擎产量下降75% 日本的战争机器彻底熄火 在李梅轰炸东京期间 大量的东京市民 直接搬进了地铁站内居住 然而地铁站里的环境 却迅速变得糟糕了起来 由于地面的燃烧 消耗了大量的氧气 地铁站内很快就变得闷热缺氧 很多东京市民 就因为缺氧在地铁站内丧命 而在持续数个月的大轰炸期间 共有60万东京市民 因此直接死亡 同时 李梅将军还在东京的周围海域 投下了大量的水雷 这个行动被他本人称之为饥饿计划 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 共有670艘日本的船只 因为饥饿计划被击沉或者击伤 日本也确实在短时间内 陷入了饥饿之中 而直到日本正式投降的前一天 李梅依然还在轰炸东京 神经病